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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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年 林則徐在虎門銷毀 二萬多箱鴉片 清朝和英國的衝突架劇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中國不能接受 英國為了繼續在中國 賺多些白銀 於是通過武力 強迫中國 接受英國繼續在中國 傾銷鴉片 這似乎與貿易不太直接的關係 所以鴉片戰爭 是否貿易戰爭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應該是英國在中國 要取得利益的一場戰爭 1839年7月發生 尖沙咀村民林為喜 被英國水修殺害的事件 英國無視中國司法主權 自設法庭審判 對兇徒重興發落 中英關係更趨緊張 雙方更加爆發 九龍海戰和觀衝之戰 同年10月 英國內閣決定對華用武 1840年6月下旬 英國艦隊抵華 七月攻佔根據有戰略價值的周身 英國曾經在周山停留下來 但周山群眾非常團結 他們要驅趕英軍 斷糧斷水 等他們無法自由補給 當時取得不服 英軍在周山遇到傳染病等問題 於是他們便退出來了 英國轉移希望佔據香港 因為這裏水深廣闊 當時在寧丁島一帶 更加停了不少的鴉片船 可以成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的中心